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 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从欧洲看天下 李祝华观点 种菜俱乐 种菜是一门非常专业的知识 除了农民把它当成一种职业 在工作之外 绝大多数人只是把栽种蔬果 当成一种原意与消遣 不过在英国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造成蔬菜供应链短缺不顺畅 为了调和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人近年来 兴起了一股栽种的风气 根据英国皇家园艺学会 最近所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 有20%的英国人 在过去一年里有种植过蔬菜 其中三分之一是第一次种植 调查中还发现 超过一半的人种植过香草 和沙拉等可食用的植物 这反映出人们出于健康的原因 对种植植物的兴趣增加了 这相当的不寻常 也充分反映出英国人 以种植蔬菜为爱好的人数 激增了 不是吗 当然 英国人这种蔬菜种植热情 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 而不仅仅是因为蔬菜供应链 短缺的问题 这包括了人们对可持续生活和健康饮食的兴趣增加 以及对减少食物浪费 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等 英国民众栽植舒服的热烈情怀 当然也可以从 皇家园艺协会的另外一个数据得到佐证 根据最新的统计 该园艺协会所隶属的经销商 在上个月与去年同月相比 果蔬种子的销售量竟然上升了20% 其中透过网络所销售出的数量 更增加了近50% 由此可证 英国人现在的的确确是兴起了 栽植舒果的风气 为了应对此一趋势 皇家园艺协会顺势做了 许多努力 对那些想要从事蔬菜种植的人 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源和赞助 还全年举办了许多研讨会和活动 提供蔬菜种植技术指导 并分享经验丰富的园丁的技巧 此外向Garden Organic等组织 设立了种子交换计划 允许园丁赠送或交换多余的种子 无论您选择如何种植蔬菜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在家种植蔬菜的乐趣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友谊体验 值得欣慰的是 英国各级政府议会也在积极鼓励人们种植蔬菜 许多地方议会建立了社区花园 并分配种子给民众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当地种植的农产品 城市园艺越来越受欢迎 英国许多地方屋顶与阳台 似乎已经变成了小型菜园 皇家园艺学会为初学者到专家的各个级别的园艺体验 提供一系列指南和使用技巧 而且他们的网站还提供有关在英国气候条件下 种植特定蔬菜的信息 随处可见人们聚在一起分享栽种知识和资源 英国民众这种栽植蔬果的趋势真是好处多多 不但可以解决蔬菜荒 而且自己亲自栽种的蔬菜 自己主食更是健康与美味 当然也是培养节俭省钱的好办法 那真是何乐而不为呢